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先来对这个python的同步原语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包括两个分别是这个护士量 以及条件变量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之前在西语言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护士索 以及这个条件变量的 那么对于这个护士索呢 我们每一次需要对这个临界资源进行读 或者是写的时候呢 我们先进行加索对吧 然后加索操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解锁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护士量的使用方法 那么接着呢 是这个条件变量的 条件变量呢 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同步的一个方法 那么使用条件变量 允许一个县程在条件没有满足的时候 睡眠 然后等待另外的县程满足了这个条件 把它给换醒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条件变量 我们使用条件变量的时候 我们首先判断这个条件是否满足了 如果满足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往下走 那么如果没有满足 那么就让这个县程进入睡眠状态 然后呢 别的县程去满足这个条件 当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就唤醒这个正在睡眠的县程 让这个县程可以继续的执行下去 那么这个就是条件变量 好的 回顾了这个护士索 以及这个条件变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样在Python里面去使用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护士索 那么护士索呢 它的申请是通过flading.log 这么一个语句去申请的 那么这里面的flading呢 是Python的一个标准库 那么申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加锁和解锁的操作了 加锁呢 是lock.acquire 解锁呢 是这个lock.release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acquire就是加锁 release呢 就是解锁 那么这个呢 就是python护士索的使用方法 非常简单 接着是这个条件变量 那么条件变量呢 和这个护士索 使用起来也非常类似 那么定义的时候呢 是通过flading这个标准库 点condition 去申请一个条件变量 接着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acquire和release 对这个condition进行加锁 和解锁了 那么在前面 我们在学习C语言的这个条件变量的时候 我们知道 条件变量呢 是需要和这个护士量配合的来使用的 那么在python里面呢 就把这个流程给简化了 我们申请condition的时候呢 在底层就是condition和这个mountings 护士量一起来工作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直接的使用这个condition.acquire 和这个condition.release 就可以把这个与条件变量配合使用的护士锁 进行加锁和解锁了 那么除了加锁和解锁 condition呢 它还可以进行这个等待 以及通知 那么等待呢 是通过这个wait这个方法去等待的 还有的就是这个notifier notifier就是将一个睡眠的线程给唤醒 那么这个呢 就是python条件变量的使用方法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在实践之前 先了解这个python的同步原语呢 那是因为我们后面在实现这个 线程安全对列的时候 又或者是实现这个 一部任务的时候呢 都是需要使用到这里面的条件变量 以及护士量的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面先对这个python的同步原语 这里面主要是锁以及这个条件变量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以帮助我们更容易的去理解后面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面的设计